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 那今天呢咱们媒体记者的大本营也就是新闻中心正式的投入市运营了 现在呢是上午10点钟左右已经有不少记者和我一样提前来探个营 作为信息发布公共信号提供和注册记者工作的主要场所 新闻中心提供广播电视、公共信号、新闻采访、论坛咨询及交通餐饮等服务 那现在呢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新闻社在这一次峰会的工作间 那首先呢映入眼帘的就是10张图片 那这10张图片呢是展示了中国新闻社记者镜头下的一带一路的10年 在这个图片下方呢摆放了很多我们社里边的出版刊物 包括中国新闻周刊 还有中国新闻社年度图片加作选等等 右手边展示了中国新闻社的分社分布的情况 包括有21个境外分社以及31个境内分社 那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中很多国家 从亚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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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亚洲 这会议中帮我们帮助我们的良好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这就是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谈论 为安静,为生,为生,为发展 之类的 刚才带大家看的呢都是我们的工作区域 新闻中心呢也给中外记者提供了餐食 那现在正好是饭点 可以看到有很多中外记者呢已经在就餐了 和餐厅设置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像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有咱们这个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塔 今年呢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设置了一个十年的图案 那此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具象的把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像这样模型的方式给展示出来了 除了这个装置上没有很多特色的设计呢 那在餐食上面肯定有很多小巧思 咱们今天这边招待的是什么餐食啊? 今天这是刀销面 餐饮方面反正中期是不同国家口味的餐都有 还有不同的现场制作食品 因为传统的北京烤鸭在那边 就是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菜色是吗? 哦对 每天都会换 那在新闻中心呢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的这个体验项目 您画一个线条的简笔山水画 然后他会参考您画的这个线条和布局生成一个山水画 这个就是刚才用这个AI智能生成的这个绘画 然后可以直接打印成这样的图片 这我觉得对于如果是外国记者来说的话 看到这个图片就会对咱们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了解 新闻中心一路走来呢 不论是工作区 餐饮区 还是像这样的互动体验区 都能够随处可见 贴心的设计还有巧思 那我想呢 这也能够让每一位中外记者感受到 峰会对于咱们新闻报道的保障 那同时呢我想这也是体现出了中国对于各国嘉宾 来到北京共襄盛会的热烈欢迎 那未来几天呢 我们也将会在峰会的现场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闻报道 敬请期待